今天的网友投稿 我死后请把我土葬 以后如果我的祖国遭受到侵犯 我自当破土而出奋勇杀敌 记住了 坟墓不要用水泥 我怕我孔又猪来 下面的人才评论 水泥都过不开 要你也没啥用 还有什么 下一个 今天挤地铁 手不小心碰到身边一位姑娘的身体 她反手给了我一巴掌 并说道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就是两巴掌 第三次就是四巴掌 以此类推 在她这么强势的威压下 我弱弱的问了一句 正好五巴掌的二次命的平方 是第一次 数学这么好的吗 你在银行取号排队 忽然送进来一个蒙面男 拿着菜刀大喊 都被动 他拿出黑麻袋 让工作人员把钱放进麻袋里 但他太紧张了 手里的刀脱手了 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 划到了你的脚边 你把刀拿起来递给他问道 师父 你是做什么的 最后一个 老一聊 你小时候抓揪抓的都是什么 我小时候抓揪抓了一个轮胎 大家都以为我长大了 会成为一名出色的赛色手 结果我现在正当悲态 哈哈哈哈